你可能看一整天 看18個小時 你看不到大陸的新聞 但是主編他會特別去丟一兩則 可能讓大陸難堪的新聞 特別很小的事情 甚至一個車禍 他可以把它放大 那目的 所有的一切的目的就是 一方面要讓台灣人一想到大陸 就會覺得 好恐怖哦 你看連環車禍 每次都試騎一台車 好恐怖的印象 另外覺得 哦大陸不文明 你看怎麼樣不文明 另外一個目的是 又覺得大陸好有錢哦 都是爆發戶 日復一日日復一日的 可以灌輸打盡 然後洗腦台灣人 一想到大陸 他連結他的反射動作 就是覺得大陸 很不文明 很恐怖 然後很落後 又很爆發戶 又有些地方很窮又怎麼樣 就是把大陸徹底妖魔化 我有句話啊 說人一讀腦就慘 或人一綠腦就慘 為什麼呢 因為你要真正相信台獨的思想是你必須很腦慘啊 因為你全部互相打架 那像我以前的節目夜問打拳 我在那裡 我一樣 你們講華為 我一樣把華為事情講清楚 把事實呈現 就破了 所以這些人跑來看我的節目 看完以後 他就回去 他就會被我反洗腦 因為洗腦的東西 他懼怕的是真相的傳播 也就是我說的反洗腦 所以要有多一點這種現象 解決性 解決性